接著請邱成元委員 主席各位立法院的同仁 以及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全國的人民同胞大家好 在現在全國防疫的期間 我首先要感謝行政院蘇院長所帶領的團隊 對於我們國人的付出 還有這次快速的防疫相關的措施的實行 在國事論壇的部分 本席已經連續兩個星期都在國事論壇登記發言 我認為有必要向大家說明 本席對新國會議事效率的看法 首先簡單介紹一下國事論壇的原由 立法院從1994年第二屆的院會開始就設立國事論壇 主要是讓這些出席的委員 在每次院會的時間上 可以就國事的問題發表意見 每人發言三分鐘 這是提供立法委員在質詢外的一個發表實事 民意跟對政府建議的相關發言的機會 國事論壇的發言程序也明定在我們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第22條中 在2月21號開議的第一天 本席就在質詢的機會前先排定國事論壇的發言 那說明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對於台灣產業的影響 還有台灣後續產業轉型的一些契機 那重新審視我們產業的一些相關的看法 不過反而這次的國事論壇獲得比較大的迴響 我們可以針對這個議題 在新的國會的這個意見 大家來協商 可以去討論這部分的存費 那其實現在目前社群媒體的發展已經相當的發達 立法委員透過直播或發布動態消息的管道也越來越多 那表達他公共的想法的管道也越來越多 所以透過這樣子 包括我們國會也都有123的這個直播的頻道 其實在相關的這個表達這個意見的方式已經跟過去大大不同 那國事論壇的意義的確也與過去有所可以有討論的空間 那既然現在在過去立法院的同仁都認為新的國會要有更效率的議事的流程 為何不一起努力在國會的改革方向上再去做這方面的修法 那本席認為我們第10屆的立法委員的團隊 其實這一次就碰到這個新冠疫情的這個特別條例的相關的審查預算 其實我們朝野應該用實力做實事 防疫期間建議大家要多洗手掃口水 那針對防疫的議題 相關的議題 那本黨也會就今天特別預算相關的質詢中 再提出比較細則的看法 最後還是強調本席支持更有效率的立法院 謝謝大家 謝謝